接下來的話,我們串接的方法 第一個,這裡的話它是AND的符號 當然如果你今天假如你不要AND的符號 這邊怎麼下拉清單 按到篩選,把篩選關掉一下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後面串接 所以要解決第一個問題,串接的話怎麼串接 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在資料編輯列上面輸入個等號 等於的話呢,表示說後面就是要做 就是輸入公式的動作 那我們第一個要放一個開頭的文字是 09 09的話記得,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 你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09 OK 然後串接什麼?串接這個儲存格,所以加一個SHIFT 7就是AND AND的話是串接 串接哪一個呢?你就直接點選這個 F4 他就幫你把這兩個串在一起 你打個勾 自動就輸出 你可以公式還沒打完,你可以先打勾沒關係 可以先看一下到底對不對 AND 再串接 串接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串哪一個? 這個 這個 可是問題你直接打勾,他變84 應該先串一個 串一個-號 所以先雙以後 -號 然後再AND 就是串一個-號 再AND 84 可是問題呢 如果今天我要084的話 當然你可以在這邊補個0 不過問題喔 如果像這個007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 用REPT來判斷 REPT怎麼判斷? 一般是這樣的,你可以打一個REPT 或者直接插入函數也可以啦 只是說 一般習慣乾脆直接打 會比較直覺一點 錢瓜糊 他一樣會問你兩個問題 一個是 你要重複什麼? 我要重複0 所以我就重複0 然後 痘點 痘點 重複幾次啊 那重複幾次跟什麼有關? 跟 這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有關 所以我們 後面的話呢 請你再輸入LEN OK 錢瓜糊 錢瓜糊呢 他會問你說 你的字在哪裡呢? 在這裡 OK 可是問題來 如果你現在 這樣子 LEN的話呢 變2 那邊加兩個0 變0084 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在LEN前面 做個動作 用3去減 所以這邊加上3 減掉 有沒有 LEN 那3 這個 得到的結果就2 3減掉2 那就補幾個0 補一個0 OK 記得 有錢瓜糊就有後瓜糊 所以這邊有個錢瓜糊 那後面就有個後瓜糊 補一下 OK 那我們把它打個勾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0 這個就補一個0 那問題後面還有84 怎麼辦? AND 再加一個84 這樣的話呢 就變084 那007怎麼辦呢? 其實不用重做啦 因為規則 其實理論上是一樣的 就3嘛 所以呢你可以 把 把 這邊吧 因為一個減號 我們後面的話 再需要一個減號 然後08 所以喔 再串一個減號 所以AND減號 減號在這裡 然後在 REPTA 這一串公式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呢 這個後面來 那記得 把那個什麼呢 H G改成H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要不我的習慣上選 G4 點一下H G4 點一下H4 這樣的話呢 就OK了 所以AND 一個減號 然後呢 就007 打勾看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你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這邊 右下角 的空點快點兩下 那底下的部分呢 就全部做完了 OK 這樣的話呢 馬上就可以完成了 不過喔 其實還是頗麻煩的 你會發現喔 假如說你每天都要重來一次 其實也有點點 不算快啦 所以如果以後呢 希望能夠 做一次以後就不要 不需要再重做的話 其實後面會講 可以增加按鈕 那按鈕的方式當然除了說可以用VBA來寫之外 你也可以什麼 也可以用那個 錄製去期的方式 這待會會講 這個至於 錄製去期 跟VBA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另外的話如果你擔心呢 假如你公式會怕 記不起來的話 那其實你也可以從雲端白板 記得喔 從哪裡呢 從這個我剛剛給各位連結 找到 雲端白板畫面 文字與資料函數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打開這個直接把它點兩下 記得是藍色的 打開來 就會這個 然後呢 裡面的話你往下捲動 找到第三頁吧 第三頁的話 基本上這邊就有公式 這邊就有這個公式 方法一 方法一 你想說方法 其實 一個 問題的解答絕對 不可能只有一個答案 OK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函數 可以再解決 這個問題 這邊的話其實可以想到的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函數啦 假設我今天 Ctrl Shift 向下 把這個delete掉 如果呢 我今天不用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呢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文字類裡面還有一個函數 叫concade concade 實際上也是串接 那你按確定的話 Test 1,2,3 你這邊 1,2,3,4 他最後最多到5 他可以什麼 可以幫你把 很多 底下還有 最多到254 比如說我今天呢 如果用concade 其實喔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concade 其實就 你就不需要 加上and的符號啦 比如說我今天就第1個09 09什麼呢 第2個是這個 第3個是減號 減號就直接在這邊打 09 那當然呢 你可以看到在下方會出現0911一個減號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84的話就是直接在這邊打 rept 什麼呢 重複幾個0 0 豆點 然後 重複 根據什麼 3減掉L1 錢瓜糊 然後根據 幫我用3去減掉 這裡面有幾個字 回來的話告訴我 兩個字 所以意思就是 重複 一個0 OK 一個0 所以 減號0 然後第5個就是 再把84放過來 OK 其實 這樣子一直往下串 所以 在底下的話 其實這個底下一樣是減號 再來就是減 然後再來 REPT這一串其實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把這個一樣改成H4 這邊呢一樣是改成H4 好 打勾之後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呢 得到的結果一不一樣 也是一樣 差別只是說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AND符號 如果你不喜歡一直用AND符號的話 那有個方法你可以用concade concade其實就是 他可以用那個 一個格子一個格子 讓你取代 用AND的方式 所以其實他做出來的結果 跟剛剛的公式還蠻像的 至於哪個比較好用 我想 最重要還是自己用的順手是最好的 當然 不過你在 練習的時候 最好 通通可以理解 通通可以 去 都知道 OK 那向下 這個也可以向下填滿 也可以OK 所以兩個公式 都分別 把它完成 試試看 一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